不装了,摊牌了,网管型2.5G交换机的价格与傻瓜交换机一样 就是这款水星SE106 Pro 带4个2.5G网口和2个万兆SFP加口 包含网管功能,只要135元 这么便宜,它的做工有没有缩水呢? 我们先开箱,包装非常简单 侧面标签上有基本的信息 产品名称是2.5G智能网管交换机 下面的接口与小米万兆交换机相同 打开包装,首先看到一本安装手册 这本手册比很多小品牌用心多了 目录第五点介绍了Web页面 翻开后发现与TP-Link很相似 后面我再详细对比 下一页是技术参数 其中网络介质部分 2.5G速率需要小于100米的超5类网线 绝大部分家庭不需要更换网线 配件还有一个12伏1安的电源和4个脚垫 交换机外壳与SE106基本一样 后面多了一个重置按钮 底部标签上多了默认的IP地址 正面5号网口换成了10G SFP加口 接口整体更居中了 这样的调整有利于SFP接口导热 拆开机器 我发现正面的散热器变小了一些 从散热片下面的芯片封装来看 主控芯片换成了体积更小的RTL8372N 我们对比一下主板 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怎么管理型交换机并没有增加芯片 其实我在傻瓜交换机可以刷机的视频中已经提示了 傻瓜交换机和管理型交换机的主要区别就是固件不同 我们再看看板子下方 Pro板底部增加了三块导热电 分别连接处理器和SFP接口 SFP接口下方的导热电稍微有点小 如果能稍微长一点就好了 Pro板最重要的升级是网管功能 我们看看它的后台 页面和TP-Link交换机差不多 比公版固件好看 首页有接口状态图 设备基本信息 下方还有端口的详细信息 系统管理中比TP-Link少一个云管理功能 其他都一样 我建议大家首先关闭IP设置中的DHCP功能 DHCP交给组路油器 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0.1 这就是交换机的后台IP 下面一项固定IP设置 10.18.18.251 你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怎么会有两个设置IP的地方 当你看过TP-Link交换机的标签 你就会发现这是TP的默认IP 没错他们用了相同的固件 与TP-Link交换机一样 有双IP后台功能 相当于双保险 如果你之前设置过很多东西 但是改过的IP忘记了 不想恢复出厂设置 就可以通过固定IP进入后台 我看到这个设置像真心佩服固件的设计者 他们真的在为用户考虑 其他方面基本的功能都齐全 二层交换监控VLAN功能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VLAN功能 我习惯使用后面两个 也就是802.1QVLAN 接口兼容性方面 我试了手上所有的光模块 全部兼容 部分自动速率不兼容的 手动设置正确速率即可 温度方面环境温度28度 交换机表面36.5度 最高点在猫棒 表面温度46度 我之前用的是纵通源小交换机 猫棒后台显示温度83度 换成水芯交换机后 温度降低了11度 降温很明显 水芯的SFP接口 从最左边移动到了靠中间位置 以及加了导热电 确实起到了作用 总结 水芯SZ106 Pro是第一个打破网管交换机 卖高价的产品 在低价的同时 使用了比普通版更好的做工 和与TP-Link一样优秀的固件 如果你需要2.5G交换机 目前这款就是最优解 如果用不到就再等等 2.5G交换机的价格依然是下降趋势 另外粗粮家的万兆交换机就别买了 那个真的是傻瓜交换机 4-5G交换 god 5-6G交换机 11-20可以安排